作词 李宗盛 两颗星 来合岁月的环线 注定每一世几般 能否让爱圆满 思念的花钻 残留一夕的悲欢 你和我 始终人散 缘分隔留一半 你处爱别见的万传 注定每一世几般 能否让爱圆满 思念的花钻 残留一夕的悲欢 你和我 始终人散 缘分隔留一半 你处爱别见的万传 我 始终人散 对了 传李公公的话 十四格格 病下危机了 快点 真 菩萨在上 保佑十四平安无事 保佑十四 渡过难关 怎么样 十四格格 好转了吗 李公公筹创过来 十四格格危在旦夕阳 这里大海 真的是这么说的 李公公 的确是这么说的 早前 我刚和他说过话 他那边有消息 就一定会传发过来的 这么重要的事情 他自己为什么不过来回话 十四格格 在他身边 他不敢离身呀 太后 太后 您想呀 他也是宫里的老人了 这规矩 他可是懂的 说不定他现在 正在想折呢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让他来回话 真正在想折呢 这个 不哭了 不哭 大阵 我这孩子的病 你该 不哭了 来 看你手上的 你看 好漂亮 来 我看看 来 衣服来看看 小孩沐黄深热 石质红降 胎黄造热 这些呢 全部都是黄胆的症状 可得当心 我先开一个 轻微解毒 两血开窍的方子 你拿回去试试 谢谢大夫 这药方上呢 用麦冬 陈皮 白勺 枝子 白戒子 天冬 圆参 花粉等药材 棉浮树铁 应该很快就可以见效 如果希望可以好得利索一些 加上千斤西角散 那是最好不过 千斤西角散 那是很贵的吧 那以为有什么 比孩子健康更重要的 这些钱你拿去吧 夫人 这不行啊 小陈 这怎么行呢 你已经不收诊费了 这钱我不能收 没事 拿去吧 多的 我也搬不了 这些钱呢 就拿去给孩子买些营养品 希望我下回看到他的时候 他能静静看看 谢谢 好人会有好不好的 谢谢 快带孩子去抓药吧 谢谢大夫 谢谢大夫 大夫谢谢你了 走吧 谢谢 谢谢大夫 那呀 夫人 像您这种行李方式 三爷很快就宣告破产了 能帮一点试一点吗 他家境要是好 早就去找民意诊治了 还用得着 让咱们这破一摊来啊 夫人 您这话小的可反对了 这附近十里八乡 谁不知道 您出身医学是假 是真正的神医 好了 没给你糖吃 运不着工尾 大夫 您快给我看看 我肚子好痛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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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七 腕就伸出去 看一下 哦 啊 哦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